疫情延續了整年 香港各行各業都大受影響 而航空業更加首當其衝 我叫Andrew 我做空中服務員大約七年左右 其實在7月疫情期間 我開了蠟燭的工作坊 我專門做韓式蠟燭 我有做韓式蠟燭的興趣班 也有做韓式蠟燭的導師班 問一下Andrew 為何決定奮身投資副業 其實在疫情期間 由3月份開始 我都沒什麼飛 直到現在12月 9個月的時間 其實作為空中服務員 心裏都很忐忑 因為我們很想飛 但以我自己為例 9個月只飛了3萬多億 由於大家都知道 我們簽了新約 其實我們都減了差不多3分2的人工 所以在這個過程間 我們的經濟壓力是很有影響 譬如我自己為例 我其實要交租的 租金已經佔了我的薪金 大約約10分之8 所以其實都很大經濟責擔 不想在家吃 Andrew將他的個人興趣 作為創業的第一步 我去了韓國 學了韓式蠟燭線 由於在疫情期間 沒有工作做了很多個月 就在家吃了很多個月 希望要做些事 我想起原來我懂韓式蠟燭 原來香港市場 沒什麼男生去做這件事 即使到我去做韓式蠟燭 這個導師課程 短短幾個月 Andrew的蠟燭工作坊 已經上了軌道 更加由細鋪搬到大鋪 除了靠他的一箱效手 也要不斷推出不同的創新作品 其實在這半年內 我很感恩自己有很多不同的學生 包括我有少少些明星的學生 亦都有不同年齡層的學生 來報導我的導師班和興趣班 萬幸在某些月份 其實我達到六位數 其實是我的本身 做空中服務員的人工的四至五倍 在我來說 不可以說算成功 但是我覺得這個行業 對於我來說 在這個人生階段來說 是一個很鼓舞的狀態 因為沒有了這個成績的話 其實可能我在家裡繼續坐 所以在疫情期間 我都經常和我的朋友 或者我想和大家說 最重要不要絕望 如果絕望來說 其實你永遠都不會成功 一定要有希望 如果一個人有正能量 你做任何事都會運動得很好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 開開心心去面對這個疫情